对外保龄球赛的这个项目呢 本来台湾队是相当看好 不过第一天中华队混双赛的成绩不理想 也影响到男女单人赛陷入苦战 女子组的王又玲 个人赛中第一局只打出了162分 后面11局苦苦追赶 终于把积分呢 现在爬到了排名第二 拿到了前十强循环赛的入场卷 至于男子的这个方志强 他的成绩太低 虽然极其直追 但是个人赛的成绩仍然不理想 废谍球天后王又玲逐渐发挥实力 单人资格赛中急起直追 废谍球威力爆发把球瓶炸开花 王又玲虽然在第一局只打出162分 但接下来的11局逐渐发挥水准 每局都保持在200分以上 将个人积分从倒数名次 一路挺进前十强 昨天的切点 我们今天有向他改进了 都放轻松 因为我们实在压力实在太大了 王又玲都保持在200分之 男选手也开始有表现比较好 王又玲确定进入前十强 有机会角逐奖牌 但男子组方志南 在混双赛中成绩不理想 影响到个人资格赛成绩 一路陷入苦战 8级总分级前十名 早上6级下午6级 目前看起来是谁比较有希望 我们的女选手 还在六七名中间 如果保持前十名 明年就可以打前项了 方志南在第十名上下徘徊 紧紧追赶 在混双赛中落后的分数 为台湾保住飞碟球王国美誉 奋力对抗外国选手 中天新闻 黄耀明孙宇玉 SNG小组 高雄报道